音訊的編輯與修復 首先我們來看看 在編輯之前我們來看音訊怎麼個選取方式 我現在開啟的是CH4-03.mp3 我先來播放一下 如果說我只要選取一段 譬如說3到5秒的話 所以我就從3秒到5秒這邊按停止 按停止之後呢 我可以按這邊播放 播放完之後呢 它就跑出去了 可是如果我希望 它就一直在我選取範圍之間播放的話 我要點一個叫循環播放 我在這邊 它就一直在我這個範圍不停的播放 我現在把它點消掉 目前我到底選取的是不是3到5秒呢 可能我用這樣拖曳的方式 就算我這樣慢慢修改 可能都沒有 可能都不能很精確的選取 如果要很精確選取的話 那我們要用的是印點跟澳點 那麼所謂印點跟澳點呢 可以在這裡 這裡叫印點 就是選取開始的地方 這裡呢就是選取結束的地方 好 那怎麼使用呢 首先我可以先把播放滑桿 譬如說我們從5到8秒好了 那這裡呢我就直接輸入0 這樣就是5秒 播放滑桿它就會停在5秒的位置 就在這裡 好 那這時候我就點按一下印點 就是說印 就代表說我要從這個地方 開始做選取的動作 我現在點按它一下 那麼點按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起點就產生了 那預設值呢 終點它會把它放在我們的音訊的最後面的地方 可是 假設 我並不要選到最後面的話呢 我只要選到8秒 所以 我在這個 左邊 時間顯示的地方 輸入8 按Enter 然後 我點一下澳點在這裡 那麼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裡印點和澳點就產生了 那這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精確的選取方式 好 那麼 這是波形檢視的選取方式 那如果說 平譜呢 好 我現在點按開啟 平譜的檢視方式又是怎樣呢 我把它移到最大的這個地方來 好 在左邊 左上角這裡 工具列這邊 好 我們可以看到 那目前這些成作用狀態了 那本來這個地方是灰色的 為什麼 因為它這些工具只有在 平譜的檢視方式 它才能有用 好 我現在把它切換到 我們的波形檢視 所以你看 目前它就是灰色狀態 它就是灰色狀態了 好 那切換到 平譜檢視 那平譜檢視呢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選取方式是這個樣子的 首先 我使用它 點按它一下 好 那麼像這個呢 就是 我們的平譜選取工具 那它選取的方式 可以看到 譬如說 我要選上面這一段 上面這一段 聲音比較大 假設上面這一段 選取它 那麼我也可以用 舉行的選取方式 譬如說 我只要這一小塊而已 或者是這一小塊而已 好 那或者呢 我只要一小區域 不規則的 我就使用這個套索工具 譬如說 我只要這一小區域 不規則的 好 那什麼時候會用到呢 呃 等一下我們會討論到 呃 音訊的修復 這時候 我們就會需要用到這些 不規則啦 或是說 只選取小部分的方式 我們就可以用到了 好 那麼 一般的選舉工具 在平譜 可不可以用呢 可以用 沒有問題的 所以換句話說 平譜 的檢視方式 它的選取工具有四種 第一種是 平譜和波形都通用的 那還有 後三種 它自己 獨家使用的 好 過來我們來討論 如何來錄音 那在錄音之前 我先開啟一個檔案 開啟新檔案 我選擇檔案 開啟一個新的 並且是一個空白的檔案 好 那麼我點選它之後呢 這邊會要我們選取 就是說 錄音的取樣率 9600或8200 至於 它的取樣率 多少是屬於什麼樣品質 請參考課本裡面的說明 那這次錄好的音呢 我希望它是立體聲還是單聲道 好 我希望它是立體聲 我按OK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個空白的 一個檔案 好 那麼在錄音之前 我們可以先去設定一下 我選擇Edit Preference 偏好設定裡面的 Audio Hardware 音訊的硬體設定 好 這裡有個叫Setting 我點按一下Setting 目前確認我的麥克風是勾選的 在這裡麥克風是勾選的 好 那 確認完之後 我就按OK 好 按OK 那麼回到我這個空白的檔案 那現在準備 我就開始要來做錄音的動作了 那錄音第一個步驟就是點按這個錄音按鈕 好 那在這裡呢 我可以 這邊 錄音 我可以這邊再選取一次我的取樣率 譬如說 我這次就到4100好了 事實上4400就是CD的品質 好 那麼我這邊是 Stereo就是立體聲 那我要錄的是麥克風 錄的是麥克風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音波在這邊 會一直一直高高低低的 代表說我現在一直在講話 所以高高低低的 這代表說沒有問題了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準備要開始做錄音的動作 那按錄音的話 我只要把紅色的按鈕按下去就可以了 就是這個按鈕 好 我現在準備開始錄 我講1到10 好 1 2 3 4 5 6 7 8 好 那麼我看在錄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一邊點按這個助記點 好 那點按助記點 它就會幫我們在邊錄 然後邊加上助記 那因為這個地方不需要 所以我就 我就沒有加 好 錄完之後我按close 我們可以看到 欸 產生一個新的了 好 那我們可以隨時來聽聽看 1 2 3 4 5 6 7 8 9 9 10 好 那麼錄好音之後呢 我們當然緊接著我們要調整錄音的 呃 它的聲音的大小 或者說我們要做一些剪輯的動作 譬如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它的音就是比較低 好 那我們可以來聽一下 4 5 6 4和5比較低沒關係 我們可以調一下 把它的音量變高一點 好 把音量變高一點 那聽起來呢 我們來看 4 5 6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那麼 如何來做刪除的動作呢 譬如 我這個1 這個音波很清楚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 波形解釋特別適合口語 1 2 3 4 5 假設呢 我要刪掉1到5 假設我要刪掉1到5的話 那就很簡單 就是 反白 然後選了edit 然後裡面的cut 這樣就ok了 我們來聽聽看 6 7 直接從6開始了 那 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我先按Ctrl Z 復原 或者 這邊有個叫History 這裡呢 就是我們的歷史面板 我回到上一個步驟來 好 回到上個步驟 好 一般來說 如果我要刪除 中間這個 我們來聽聽看 中間 中間是456 如果我要刪除它的話 我要選的是edit裡面的delete 456就不見了 好 在步驟紀錄這邊 步驟紀錄 我再回到三個步驟 如果說我只要保留 我今天要殺的是 不是我選取的 那麼 換句話說 我今天要刪除的是 非選取區 保留選取區的話 那麼我今天要選的是edit裡面的corp 這個相當有用 好 那麼其他刪掉 只剩下4566 好 我再回到上一個步驟來 這個對於 以後我們的編輯是相當有用的 好 那麼 複製和貼上怎麼使用呢 好 譬如說 這裡4567 那我想把456複製貼到前面來 所以我選擇edit裡面的copy 然後呢 我現在把優標停到前面這邊來 然後選edit裡面的paste 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音訊就向後推了 前面就向後推了 5 6 1 2 3 就是這種方式 好 那麼我再回到前一個步驟 再回到前一個步驟這邊來 那如果說我要做混音貼上呢 什麼叫混音 就是兩段音軌重疊在一起 譬如 我這個ch4-03這邊 這是我的背景 這是我的背景音樂 那我的口語呢 是ch4-04 我們來聽聽看 這是事先錄好 催眠不覺曉 處處聞提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之多少 好 那我想把這段口白 把它加上背景音樂 所以我就把它edit裡面的copy 然後到背景音樂這邊來 那假設我想從這邊開始好了 從最前面開始 所以我就把油標移到最前面這邊來 然後選擇是edit裡面的mix paste 就是做一個混音的動作 那麼這個混音的動作呢 它會出現這個對話方塊 那這裡呢 這是複製過來的音調 好 那我們可以先preview聽聽看 好 那麼 背景音樂太大 所以這是存在的音樂 這邊 這是目前的背景音樂 這裡是口白 要複製過來的 那背景音樂太大 我當然希望小聲一點 那我們再聽聽看 催眠不覺 還是背景音樂還是太大聲 然後我就背景音樂小聲一點 口白大聲一點 聽聽看 催眠不覺 好差不多了 好玩OK 玩OK之後呢 我們立即可以看到這一段 好他把這一段 這段是有混音的 所以它的 呃 播放滑桿就跑到這邊來了 好 好 那我們就知道了 那其他的部分還要不要呢 假設其他部分我確定不要了 好其他部分我確定不要 那麼我就選取 從目前這邊我就開始選取到這邊 好不要忘記 後面不要要用什麼呢 後面不要 我們要用 Corp 就是保留 我只保留我要的部分 那當然我怕誤殺 所以我這個地方稍微高一點 再多一點 當然我也可以先試聽一下 吹眠不覺曉 處處聞啟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之多少 好 那麼就這個樣子 那其他的我都不要 我只要我反白這一區域 那這時候就要選擇Edit裡面的 Corp 好 那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 呃 我現在已經整個過來了 我們再聽一次 吹眠不覺醒 可是我希望呢 加上一些淡入淡出 淡入很簡單 或者要點按這個 點按一下 這邊就是淡入 淡出就是這個按鍵 我點按一下 這樣就是淡出 可是我不要整首都是淡入淡出這樣子 我就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好 那這時候我們再播放一下 這樣就有所謂的淡入淡出了 好 吹眠不覺醒 處處聞提鳥 夜來風雨聲 花落之多少 好 那麼這淡入淡出的幅度 我們當然也可以這樣調整 我當然也可以這樣調整 也可以這樣調整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音訊的編輯 是